然后呢 这个王岐山在审案子的时候呢 但凡是牵扯到增加的案子 他一定是用增加的人去审 这样呢 就是能保证这个案子不牵扯到增加 但是呢 你审完这个案子了 你这批人 你又知道太多了 这批人第二批去死去了 就是这个连环扣 就是你无论觉得你自己今天是多大的官在中国 你但凡在他面前就是一个棋子 需要牺牲你的时候 全家一块去死 给你们全灭口 全抓住了 全关进去 然后表面上还给你点糖吃 都是习要抓的 那都是习干的 那绝对不是我王岐山的主义 也不是我增加 我们这都是好人 只有习十恶不赦 给你们全抓了 你们要恨就去恨习 这都是明理暗理传达的意思 所以他们这个局 要玩的是特别的话 就是国内这些高层 无论是这个部队的 还是各省各地方的领导们 就是但凡对这个体制 还抱有幻想 那真的是无比之愚蠢 这个被抓进去的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呢 基本上就是会得到中纪委当面传达和私下的这个暗示 就是绝对不是这个王岐山书记想抓你们 这都是习要抓你们 要干死你们 王岐山书记对你们都是保护的 然后王岐山书记在这个审案的期间还来看了你们一次 所以呢就说了要给你们待遇要提高 要给你们房间里都按上电视机 可以看看电视啊 放松一下 这个你看王岐山书记还是很关心你们 你们就要感恩啊 然后这个都是习 都是习要杀了你们 要干了 要把你们抓全家抓起来 这都不是王岐山书记的本意啊 没办法 都是一直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家家吧 应该都是 都是会听过这句话 绝对都不会觉得陌生 这个北京团队边上这个海航唐拉雅秀酒店啊 这个顶层有一个会所 非常顶级的高级的会所 非常的豪华 这个会所呢 这个吃饭的人是非富即贵 基本上能去那吃饭的也就是 一定是这个省委书记以上的 然后呢 这经常是能够就是增围和或者是摇庆啊 还有一些国开行啊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是一些饭局 很私密都会安排在那 那都是就是非常非常小众 但是其实呢圈子也挺广的啊 包括中央电台很多人 这个什么宋祖英啊 什么当时以前的焦力啊 这些都是经常在那吃饭的人 也挺很热闹啊 这个所谓中国政坛的老法师 曾庆红这一家的人 哎 这个老法师其实就是拿着人骨泡酒的老法师 牺牲的是手下一批又一批 当年共产党选出来的骨干和精英最能干的人帮他做事 做完之后全部丢进角入基 这个戏还演成全部是习近平在杀人 习近平在抓人 习近平把这么多人 把监狱来扩建啊 抓这么多人 这个增加还是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啊 这个王岐山是被迫帮习近平抓人 全部演的这套戏 所以这些现在体制内的这些人 最恨的人是 最害怕的人是王岐山 但是最恨的人一定是习近平 然后觉得以后能够有机会拯救他们的人 可能就只有老法师了 大家以后是不是还得仰仗老法师 这批人体制内的这些人还抱有巨大的幻想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背后的局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因为牵扯到增加的事 进去的这些所有的官员呢 我感觉他们都还抱有幻想 就是觉得增加有一天 还能为了他们能说句话 但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这批人都该醒一醒了 他们已经是被增加利用完以后 差不多丢进火葬场和绞入机里了 他们应该醒过来 该知道自己该说些啥了 真的 增围的一个小据点呢 就是在那个云南处金办 云南处金办旁边有个小破楼 这小破楼呢 看上去非常的起貌不扬 非常旧 但是这个小破楼的底下呢 就是他的一个据点 也有个小小的茶室跟餐厅 这个在那经常聚餐 因为那条非常私密 非常隐蔽 非常不起眼 在那吃饭的多次都应该安排 都是有这个 当时有巡视组啊 还有这个公安部的一些人 包括孙力军啊 他们这些各省的公安厅 厅长级以上的 到孙力军就是这些都是跟绝对跟梦一条线的人 还有什么栗战书啊之类 这些人都会去 那个孙力军就在那儿 就说过他的这个老板啊 那就是指梦 梦就是跟他亲口说过 这个如果啊 就是习的这个反腐运动 如果只要是碰到敢碰增家 敢碰少爷 那中国就开干了 那肯定就开干 那就完蛋了 这是原话 他们这个玩的是非常的深奥和非常的花的 这个里面的菊啊 是一环套一环 就比如说这个老孟 谁都知道是增加铁杆 对吧 上海到江西出来 这个老孟呢 面上是跟所有人表现的都是他非常的讨厌戴永哥啊 非常的看不上他 戴永哥就是一个东北个体户啊 这人非常不堪 这个摆那个搞大市场出来的 就是个个体户啊 非常的粗粗 但是其实私底下 老孟身边的孙力就是跟戴永哥走得非常紧啊 这利益肯定是捆绑的 这还有家族上的这个生意的合作啊 可能就是不少不老少签 就是为什么孙力娟也选到澳洲啊 这个曾伟也是在澳洲啊 这老代也是在澳洲啊 是吧 他们这些东西都是在一块的 在这个局里面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 就是栗战书 这个栗战书呢 私下跟戴永哥的关系 私交是非常非常的好 啊 这个戴永哥跟他的这个二女儿和跟他媳妇 这个都是拿起手机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说事的 非常好非常好的关系 这个栗战书呢 它是一个类似于桥梁作用 在扮演着就是 在习这扮演的是 帮着习跟曾搞好关系的一个人 在曾家这扮演的是 这个代表曾家啊 在这个把习刺悟好了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人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这个苏鸿章和王阳跟老代和曾为的关系 好的是整个辽宁省众人皆知的 他们俩是公开了的是曾家的人 这个会选案发生在他们俩头上之后 这个屎盆子就扣在了王炳书记的头上 这中纪委竟然完全是当做不知道的吗 不知道是曾家推荐 是曾为推荐的人吗 而且里面审案子的就是说 你一旦提到曾家 他就会提醒你 中纪委人就会跟你说 不要牵扯不相干的人 就是完全就是不让提 这个明白的这个 这个王岐山是这个中纪委 都是保护这个曾家的 就辽宁这个王敏书记啊 是一个老好人 就是属于很仗义 就爱帮人办事 这个爱帮人办事之后 只要人夸得好 他就是不计代价的帮人 帮人就是他当时这个搞这个这个批评以自我批评 说一定要这个批评到对方就是脸红脖子粗 一定要批评到对方发怒 就是大家对这个当时在会上对王敏书记最大的攻击 唯一的点就是说他是个老好人啊 说他就只会做老好人 当时给王敏书记气的不行 但是这个说的也是事实 所以他呢是 就是 就是帮人办事要不过脑子啊 这所以也不知道帮曾和孟就是干了多少事 帮了他们多少忙 但是明面上呢就是这个这个苏公章啊 王阳啊这个这个会选案 这俩人是众人皆知 这俩是增加的人 这俩人也丝毫不避讳的 跟外头也嘚瑟 就到处都是拿这个说事的 也是然后老代也是所有的事都是让苏公章办 这个王阳也是用过一段时间 也是抱大腿的 这个所以这个这个事 竟然在这个会选案发生之后 就白不提黑不提跟增加有关 这个当时我们也挺吃惊的 觉得这个 这个增加还是牛啊 这个事都捂得住啊 这你看 这王敏书记就知道帮人干活 帮人做事 最后完全被牺牺牲了 还有辽宁会选案这个事 我们当时都想不通是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是增加的人 也都是增给王书记当时推荐的 一定要用的人 王书记才买增加的面子 把他们添加到那个候选人名单里去的 结果这俩人跑关系给自己会选 选上去了 然后这个事发生之后 这中纪委竟然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这俩人是增推荐的吗 没有人知道吗 这俩人进去也没有咬增加吗 这个赵本山和徐明当时呢 就非常想拉近跟这个王敏书记的关系 然后但是这两个人呢 其实都是很不地道的人 那他们后来就是想请王敏书记 去赵本山那个铁岭那儿 他那个 他那个调势去吃饭 王敏书记一直也没答应 最后呢 就是赵本山 拉了杨兰 完了杨兰一出场呢 这给王敏书记就忽悠过去了 这顿饭就吃成了 这个这个 然后在北京吃饭呢 也是拉着这个宋祖英 然后就这个什么宋祖英啊 白岩松啊 这一大帮子 就是你在这个赵本山这个二环那个四个院 豪华四个院 就土里土气的古色古香的四个院 吃了个吃了顿饭 桌子上一半重要人物喝的是真茅台 另一半不太重要的人物喝的都是一家茅台 那顿饭真的是 大家都很吃惊 赵本山这个人怎么人品这么差 这个重庆 李嘉诚 这个张松桥呢 就跟这个富丽 北京富丽的这个张力 还有老代啊 他们都关系非常好 他这个张松桥在英国这个报道都出来的 就是这个神秘的香港商人买了最贵的什么房子 然后跟那个富丽集团在那个泰晤市南岸的九余树 开发了一大片房地产 这个都是有公开报道的 这个就可想而是他们这个关系 就是他们资金撤出香港之后 都是跑到伦敦去投资 这个老代也在哪 他们就这一圈还是一直你看都是围着非常紧 走哪都一块啊 私人飞机一块飞 就是你飞你舰 你飞我的飞机 我飞你的飞机 然后这个大老婆小老婆三老婆四老婆都坐不同的飞机 都是这么运来运去 他们这个小团伙是走得非常紧的 就互相都彼此知道对方的老底的属于那种 姚庆呢在这个这个古玩界 北京城的古玩界和这个普尔茶这些这些领域里都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大户啊 大买家大手笔 然后呢他私人私底下跟这个香港的大老板 就是隐形富豪就是远比李嘉诚还有钱的叫重庆李嘉诚的这个张松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